对于吃货们来说,螃蟹可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啊 先不说那肥美的蟹肉有多诱人 就单说那蟹黄,想必就吸引无数人抢购大螃蟹了吧 这不,一位农村小伙就特别爱吃螃蟹 无奈家境贫寒,只好发动自己的小脑袋抓螃蟹 上一回用可乐和盐就收获了半桶子的螃蟹 使他扎扎实实的享受了好几天的美餐 那么今天又会用什么来抓螃蟹呢 只见小哥来到一片泥地里 用手扒了两下就发现一个神秘洞穴 这时拿出两瓶牛奶和一罐曼陀斯 就朝着洞口倒了进去 还不停的用手搅拌 一会儿的功夫,洞里似乎有洞见了 定睛一看,Oh my God,原来是只大螃蟹 这可把小哥乐坏了 连忙又往洞中倒入牛奶曼陀斯 不料瞬间又是一只大螃蟹 并且个头还都不小 确认没有洞见后,小哥又转换阵地 来到另一片泥地中开始寻找 只见这回的调料又多了一味香蕉 把香蕉掰开放入洞中后 又把牛奶倒了进去 万一以为又会冒出大螃蟹 谁知竟窜出来一条条鲶鱼 一会儿的功夫,桶子就装得满满当当 这家可好,不但有螃蟹吃 还能来个全鱼宴 小日子过得简直不要